欢迎回来Focus全球新闻 继续来关注 2014年俄国入侵克里米亚以来 乌克兰女性就出现大批志愿从军的热潮 不过仍然面临许多两性平权的挑战 真的占到前线的还是属于少数 公式的主题之夜秀 本周五选择了这个纪录片叫前线女战士 讲述三名乌克兰女兵 如何对抗自己国家内部的亲俄分离主义者 同时抵抗父权社会的种种限制 而回看台湾两岸局势日益紧张之下 女性是否应该服兵役 而国军是否又已经准备好了 则是应后讨论的关注重点 自2014年乌克兰东部的情恶分子 发起武装叛乱以来 乌克兰数百名女性志愿从军 他们希望能和男性一样为国家做出贡献 但实际上却只有少数女军人被派往前线 雷拉就是其中一人 她辞去记者的工作想保卫国家 却先被长官要求待在新闻中心 之后又被送回训练场 对雷拉来说 从军就是为了打仗为国效命 但三度请求调职却没有下文 最后无奈下选择逃兵上战场 伊拉则是以军医的身份待在部队 却不幸在除热目时踩到地雷 失去了双腿和一只眼睛被迫退伍 自此伊拉就被当成战争英雄 作为乌克兰国军的宣传看板 参与各式活动 然而内心充满着不甘心 愤怒与疏离的复杂情绪 让她面临许多挣扎 对比之下伊莲娜在军中结婚 有正式的官职 适应的不错 但作为一名母亲 不能和孩子一起住 却需要努力平衡生活与职业 乌克兰纪录片前线女战士 记录三名女性从军后的三种不同面貌 女性作为军中的少数 要如何对抗父存社会 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尊重 并且证明能升任同样的职位 从乌克兰看回台湾 面对两岸日益紧张的局势 台湾应该推动女性义无异吗 公事的主题之夜秀 邀请退役上校张玲玲 立法委员王婉瑜 以及公民朋友一同探讨 过去在这个乌俄战争之前 的确很少讨论这个议题 那在乌俄战争之后 其实大家开始有这样的意识之后 从这个女性较早 其实我觉得是开始的第一步 然后慢慢的逐步来做推动 包括刚才提到全民国防 全民防卫 又或者是兵种的调整 兵役内容的调整 兵役疫情的调整 都是非常必要的 现场的公民中 支持推动女性义无异的比例 占73% 只有5%不支持 不过许多人也反映 目前国军 无论是在硬体设备上 或是军队文化 仍面临许多性别不平等的情况 有时候我们出任务 我们可能几天几夜 我们都要在 就是在赛里面露宿 那可能大家都是 直接倒在地上就睡了 那当初在编队的时候 长官就会觉得 就不要编女生进去 所以女性 在我们特战指挥部里面 女性要可以参与这种任务跟训练 在我的经验来看是 我从来没看过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女性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而是这个环境 不允许女性去做这些事情 她们有点类似像办义务一 不是全部的女性 都要去服务这个义务一 还是有按照她的意愿 现在看到就是还有法国 就是去受军事训练 就是高中毕业 拉过来去做短期的军事训练 那她们以后要慢慢慢慢的 去把它推广 虽然国防不只限于拿枪 扛炮弹上战场 不过对于希望追成 同样机会的女性来说 台湾军中的性贫观念 制度和标准也需与时俱进 TPP新闻总和报道